上水港鐵站 發現年初三還未到 但這裡天天都尺口 田北辰說會在今年的人大會議 建議開放西安、哈爾濱和青島 這三個台灣已經開放觀光的省會城市 來香港自由行 從而調整旅客結構 但就同時需要將一千多行的次數封頂 那個次數不可以太少 如果太少就影響真正的深圳的人來香港 不是水貨的 是真的來觀光、享受的 那些我不想打擊他們 對我來說那些 如果你一年有三、四十至四、五十次 什麼都夠啦 同樣是港區人大的葉國謙就形容 限制旅客來香港等同自團迷路 你用那種倒置或者限制 我覺得這個是對自己是一種自殺性的做法 反而是否應該要多上一些方法 就是令到我們的社會設施 社區設施能夠適應 給有一部分的 這樣的生活 即是比較有錢的內地人 能夠都可以來到香港 譬如靠物城 這些邊境靠物城 這些都盡快去做 葉國謙說 過往實施下乃令引起內地反響 應該人以為鑑 政府在推出措施之前 要考慮到內地人對香港的觀感 主席 主席